季如画静下心来之后 许念念说什么都动摇不了她的决心 我们之间到底谁才是那个第三者 你我心知肚明 既然那么自信 我们就打个赌 一个月以内 不干扰我和禁玉的相处 看看禁玉会不会爱上我 听言 许念念嘴角抽搐了一下 谁给你的自信呢 让你以为我会答应这种事 被许念念讽刺 季如画也不生气 你不敢 对吗 我为什么不敢 因为知道禁玉真正爱的人是我 只要给我和她相处的机会 她一定会爱上我 所以你不敢 我还真敢 许念念朝季如画露出一个淡淡的笑意 见此 季如画突然松了口气 可下一秒 许念念悠悠的话语 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叫季如画 脸色骤变 可我为什么要答应这种愚蠢的挑战呢 季小姐 激将法对我没有用 我可不能为了所谓的面子 让其他女人对我老公献殷勤 我相信我老公 但是我不喜欢有下贱的女人 围着我老公转 许念念一口一句老公 季如画介意什么 她就说什么 见季如画脸色不太好 许念念再接再厉 丝毫不手软 她往前走了一步 靠近季如画 微微侧身 凑近她耳边 这种感觉 季小姐应该能理解 就像被苍蝇围着转 苍蝇不会对我造成生命威胁 也不会影响我的人身安全 更不会造成我的任何损失 但是怎么办 苍蝇这东西 真是令人恶心呢 季如画书地抬起头 明亮的眼眸微微眯起 闪烁着精锐而危险的光芒 所以 你是要跟我作对到底了 你还没有资格跟我作对 她话音一转 声音已经染上了冷意 禁狱的宿舍太小了 容不下季小姐这位客人 不如季小姐还是先行离开吧 说完 也不给季如画反应的机会 直接甩上了门 门被砸得哐当响 带出的风 刮在季如画的脸上 仿佛在嘲笑季如画的落魄 季如画抿了抿唇 垂在身边的两只手紧握成拳 把这几天憋屈的气撒出去了 许念念身心通畅了那么一瞬间 下一秒 瞥见大宝脑袋上 扎着一条小裤子往下拉 而禁狱还在那里 大爷似的抱着小宝玩 完全没有理会大宝 许念念一下子心机梗塞了 禁狱 说完了 禁狱放下小宝 把许念念拉到跟前 我不是让你给大宝穿衣服吗 看看你做的什么事 大宝小手扒拉着小裤裤 冲着许念念委屈地嗷呜一声 你男人欺负我 许念念本来看大宝那么费劲 还挺心疼 听他又学二哈叫 扑吃一声笑出来 禁狱瞅了一眼自家傻儿子 乐呵呵地道 咱们家大宝是不是挺好玩的 他伸手揪住大宝的小肥脸 让大宝笑一个给妈妈看 大宝 去你大爷的吧 你跟他说了什么 禁狱没管大宝 拉着许念念追问 许念念挑了挑眉 搂住他的脖子 阴侧侧地问 好像对他的事情 你很关心呢 禁狱不明白 那女人跟许念念说了什么 会让许念念介意她的存在 甚至会因为她而胡思乱想 所以对这个女人的事 才上了心 听许念念这么一说 脑袋立刻摇得跟波浪鼓似的